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开枪 打死了一只 树上还剩几只鸟呢 是无身手枪还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不是无身手枪 也不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那枪是有多枪 大概有80到100分贝 那就是说会震得耳朵疼 那你打鸟不犯法吗 不犯法 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吗 我确定 拜托 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行了 OK OK 鸟猎人有没有龙子 没有 没有 其中有没有那种智力有问题的 就像那种听到枪声都不知道飞走的那种鸟 没有 它们的智商都在200以上 有没有换在笼子里 没有 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 没有 身体都被儿棒的 师娘 有没有傻到不怕死的 他们都怕死 有没有是情侣的 一封被打中 一封主动陪着性情的 笨蛋 师姐不是告诉你都是疯的吧 同性不可以相爱啊 十只鸟的性取向都很正常 会不会一射二鸟呢 不会 会不会一枪打三呢 不会 四呢 更不会 五呢 哈哈哈哈 再说一遍 一枪只能打一只 哈哈哈哈 十只鸟都是自由飞行的吗 他们停掉强声 听过是错的起飞的时候 火箱碰撞会不会撞到了一起 哈哈哈哈 我不会 他们都是自由活动的 如果你的话没有骗人的话 达死的鸟如果没掉下去 挂下了树桑树上还有一只 如果掉下去的树桑就一直不剩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又有小学了 去当教育听